有心靈感 這是我的新朋友 哈咯大家好 我是琪琪 我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我的愛用品 部分 我最近買了很多手機殼 給你們看三個 這個是MimiG的手機殼 還有 這兩個 可愛吧 這是紅鶴 最近好迷戀紅鶴 超級迷戀紅鶴 還有貓咪的 前幾天是用這個 非常可愛的地方是 拍照的時候 照片下面會有貓咪的耳朵 跑出來 這個紅鶴我還沒有用過 因為它太大 它完全的收不進口袋 所以我目前只有先用過這個 再來是 新買的氣墊粉餅 The Face Shop 色號是V103 它是跟My Outer Bag合作的 氣墊粉餅 就是出那個三萬包那樣 是最白的色號 我今天工作 早上起來化妝 現在是下午點都沒有補妝 目前 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妝效 我這邊用鏡子看是覺得 黑眼圈部分是可以再補一下 但其餘我覺得它的實妝力好像不錯 它有分三款 這款是比較注重遮瑕 它有另外兩款 一款是比較注重保濕 一款是比較注重 一款是控油的 對對對 聽說比他們原版的 又再更控油 因為我臉本身是很乾的人 所以我就沒有買這款了 我是覺得 當初我在試的時候 因為是朋友送我它的中間色號 我本來以為那個是比較白的 我試了以後覺得遮瑕力很好 但後來發現 畫完就會整個臉 暗了一個色階 我用卸妝水這邊擦掉一層 才發現這一層整個就直接變白了 所以可能我的皮膚有點太白了 要是皮膚跟我一樣白的女生可以建議買V103 它的味道我覺得蠻香的 再來是上次去沖繩買東西 我還蠻滿意的 是職漢記 這個是Ban 這個是寫SoftStorm 反濕頭 哎呀 茶茶 茶茶都在這上面 這是我的幫 她在茶茶 嗨 茶茶 我叫我去茶茶 她在茶茶 她年紀很大了 我這樣弄到我怎麼辦 馬上撿到一團毛 打掉 那時候我是去通神的藥妝 在國際通那邊 喔 吃到毛了 因為我們去通神的時候就是有點熱 我並沒有帶止漢肌 我就問他們的店員說哪一款止漢肌效果比較好 本來她想要推薦我碰霧的 可是因為碰霧的不能帶上肥脂 她就推薦了我這兩款 一款是滾珠的 擦上去會覺得很冰 另外一款膏狀 它是這樣子擦上去的 這一款我覺得止漢效果好像比這一款好 我還沒有實際就是用兩天都同樣很熱的天氣 我可以去測試這兩次 然後比較涼的時候我就會用這個 工作很怕大量流汗的話 因為有時候怕在運動品牌或什麼的 可能就會需要用到這個 那她是說兩個止漢效果都很好 接下來是最近買的腮紅 Kamek的腮紅 她是2號 本身就有附一個尼龍刷 她的顏色是上面是有5塊 你看她花紋超美的 這邊這個地方是拿來打亮的 然後她上面是建議這一塊 你用畫圓的方式 然後這一塊單獨拿來打亮 那有時候我會單獨 可能就用上面的橘色部分 或者是比較紅的部分 輪流交替使用 這一塊很便宜 還有這個 很酷的東西 很像油漆刷吧 它可以不要打開 它是粉底刷 它有一個弧形 我現在是拿來上隔離 或者什麼 它其實拿來上粉底也OK 但是因為我最近不是用粉狀粉底 就是用氣墊粉餅 所以最近還沒有拿它來用過粉底 那我覺得她 因為刷頭面積非常大 所以上妝 超快 蠻喜歡的 那觸感也是偏彈性那種 看這邊就知道 不是軟的 很紮實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粉底刷得 蠻勻的 這個我蠻喜歡的 但我之後要再重新測試一下 它的妝效再跟你們說 還有這一支 戴魔鏡的 桃紅色的眼線液 它是帶一點金屬光 我用非常多給你們看 我剛剛按兩下 因為我非常喜歡 畫奇怪的顏色 也不是這樣講就是 對啦就是這樣講 我很喜歡這種很奇怪的東西 它是偏有點金屬光的 桃紅偏酒紅一點 去城市就有賣了 但是我都買不到 所以我去沖繩的時候看到 它有很多 所以我就買了 但我覺得它有一點 比較不方便的是 因為一般眼線液 可能就是你一打開 就可以直接畫 但它可能是因為粉體的關係 所以你有時候一打開 它的外面會是乾的 你必須再重新擠 然後把外面那一層粉給 用衛生紙擦掉 才可以畫 我很喜歡拿來畫 眼珠子下面這一條 細細的眼線 或者是眼尾的眼線 或者是眼角這裡 畫起來超美的 最喜歡奇怪的東西了 這個 沒錯 這就是棉花棒 那這個棉花棒是大創的 它是一包有很多 但其實我已經用到剩這樣 它就是一整包 然後我是買比較細的這個 我覺得它特別的是 它都是個別獨立包裝 有時候我們可能出去 化妝包裡面要帶棉花棒 你丟在裡面可能又髒掉了 有時候你可能只用一頭 另外一頭你也用不到 你就要丟掉 那這個很酷的地方是 它可以這樣 嘖 只用一邊 所以你可能 這邊沒有畫好 然後你拿來 擦完以後 你另外一邊還是乾淨的 你其實 還是可以丟進化妝包的 小隔間裡面 它也不會掉出來 其實不太會 但是我也不保證 我只是覺得 這樣子蠻衛生的 但僅限於 化妝包裡面放東西就好 你平常在家裡 不需要 但是我覺得出去 攜帶這個非常方便 家裡的我就是用那種 一桶的 它也是細的棉花棒 因為細的棉花棒 補妝跟修正你的妝 都很方便 然後 然後來講 奇怪的東西了 這個 沒錯這就是髮圈 它有這麼多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 把髮圈用不見的人 這個是我在Forever21買的 它這麼細 女生就是要買很多髮圈 那髮圈一個就是10塊 5塊 8塊這樣子買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跟我一樣 很容易弄丟的東西 有時候你可能這個禮拜買了 平常工作 到現場 可能 可能 就頭髮拆掉給造型師 裝髮了 或者是工作當下的廠商也希望我們 能把頭髮放下來 所以髮圈可能就隨便丟在 攝影棚桌上 就找不到了 後來我去逛Forever21的時候 就有看到 它有一大捆髮圈 其實比這個還多喔 不知道有幾個 不知道真的是噴多 超多 然後才 不到80塊 很便宜的價錢 可以買到這麼多髮圈 而且我已經用了好幾個月了 我還剩這麼多喔 我覺得好驚人喔 最近我很容易把髮圈弄掉 像是出門的時候 夏天 朋友都會一直互相接髮圈 因為真的是太熱了 這個給人家一條兩條 完全 沒差 沒了就再去買 一條推薦給 要綁頭髮的女生 跟我一樣很容易把東西都給我女生 2號 是一把梳子 我前陣子剪了 不是現在這個短度 是前陣子剪那樣子 那時候頭髮的髮色是很淺的 那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覺得頭很癢 今晚有寫的話還是覺得頭很癢 就覺得超需要按摩頭 我就想說 欸對耶 我設計師有時候我一直做個梳 因為梳頭髮 真的是會刺激頭皮 讓頭皮比較健康 那我那陣子 也不知道為什麼 每天有死命的睡前 我就直接從這裡 貼著頭皮直接梳到底 每天晚上睡前 至少梳個100下吧 不到一個月以後 我發現我頭髮長超多 所以我意外的發現 頭髮生長的好辦法 我以前頭髮流到很長的時候 那時候都沒有發現說 梳頭髮真的可以這麼有效的 讓頭髮長長 真的是我的生 我有意識以來 我覺得頭髮也長太快了吧 想要長頭髮的女生 去買這種很密的梳子 睡前 就是貼著 然後用力的梳到這 而且我的用力程度可能大概就是 我可能這裡會稍微有點這樣彎了 不是這樣輕輕這樣喔 我是這樣 但你們還是不要太大力 因為頭髮也很有可能會受傷 但就是 我是會輸到 這個已經有一點這樣彎彎的這樣輸過去 每天輸 100下 你一個月跟著我一起這樣輸 你頭髮一定長超快 喔對還有這雙鞋 它是SANUC 就是我的愛牌 對 我非常喜歡他們家鞋子 我有好幾雙 可能有五雙吧 但他們家鞋子很偉紅 我是從高中買到現在 那這一雙 是他們新的箭頭鞋 我有一陣子沒賣了 他們之前的鞋子 我不知道鞋墊是不是可以這樣拆下來 上面系列的鞋子鞋墊是可以這樣拆下來 要是你覺得太大的話 你可以把鞋墊拆掉裡面再加一層鞋墊 再放上去 就不會太大 因為他們家特殊的地方就是 鞋底真的非常軟 超Q彈 他們家的拖鞋超好穿的 我去沖繩就是穿他們家的拖鞋 儘管加別的鞋墊也不會破壞到他本來的舒適度 所以我覺得這雙蠻喜歡的 但有一點點會 但是現在的鞋可能都比他貴個好幾千吧 所以就開好 那好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講了 那我之後會拍新的影片 可能會想要先拍就是大家想要問我的問題 那我可能會在instagram發文 請大家在那邊留言問問題 然後我會選一些問題 也許不會到50個這麼多 因為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多人想要知道我在幹嘛 那就希望大家再去留言給我啦 就這樣 大家再見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個like 這樣之後再拍新影片給大家囉 再見 不能不能一次拿兩個 好 記憶